提供给您乌尔战争最新消息 乌克兰东部战况告急 传出重镇 苏勒达尔恐怕已经沦陷 英国国防部最新表示 俄军跟佣兵瓦格纳集团 可能已经掌控苏勒达尔大部分地区 而苏勒达尔跟乌东要塞巴克姆特距离只有10公里 俄军目前打算从北部包围 截断乌军通讯 要让乌克兰前线吃紧 同一时间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突然现身哈尔科夫 还强调对德国政府提供的暴二主战坦克有信心 另外英国和欧洲盟友也考虑援助自家主力战车 施压德国点头 五角大厦则是张罗首批吸血鬼系统 能打击地面空中目标 破解俄军以海量廉价伊朗 无人机的空袭策略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